我是真没想到 现在切菜连刀都不用了 你看到这效率 后厨干活的都得失忆了 年夜饭备个菜 打个饺子献啥的 省食不费力 平时切个辣椒呀 葱姜蒜 不仅切得快 而且切出来不够均匀 还不辣少 换上料理除以后呀 就变成一个饺碎机 打个葱的坚果 饺碎肉献啥的都不想化下 咱们灌点水还可以自然清洁 这年前赶紧给你家大厨安排一个吧 这一过年啊 除了饺子就是面 因为我国库杠国名气敷衍 我就给他换了一个硅胶容面具 以前他用蔡凡打滑的说 还特别沾面 不算脚子干活面 不得成酸 这个油面面就分放面粉 完全不会沾 它的材质是跟奶油的材质一样的 后来可以经验吸附到桌子上 拽得不打滑 死度还是加高的 面粉也不怕撒出去 而且它特别耐用 用了七八年都没问题 不用了就把它折叠起来 也不像空间 用每家厨房都应该 上一杯女的水的旋转刀架 它是分别设计 各种大具杀子 橙色 筷子 插子都能装出去 就可以生产正常七七了 它还是可以选择的 拿取也很方便 也不过还带个绿水盘 洗完用的可以直接放到 一灯水分 好了